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大婶 这个月的房租您可以给我了吧 对不起 今天阿忠会去苹果湖砍柴 等他卖了钱 马上就还给你 你们每次都拖到月底才给 要不是因为你们是亲戚 我房子早就收回来了 您不要这个样子 我今天一定会把钱还给你们 请你不要再逼我妈了 今天晚上我要是没收到钱 可别怪我们无情啊 妈 你不要担心 我现在就去苹果湖砍柴 唉 可是那座湖从来都没有人去过 哦 加上今天天气这么冷 你要不要换别的地方砍柴 妈 听说那里四季如春 绿树如印 柴火一定很多 更何况我今天一定要给房租 所以我是废去不可 好吧 那你路上要小心啊 嗯 阿忠朝着苹果湖出发了 因为湖的地点十分隐秘 阿忠担心如果走错路 可能就会耽误了砍柴的时间 还好一路上 阿忠遇到了很多的小动物们 来吧 我想你们一定都饿了吧 我身上只带了面包 大家就跟着我一起吃吧 好了好了 别抢别抢 我还有带很多呢 吃完之后 动物们就带着阿忠前往苹果湖 哇 好漂亮的湖哦 啊 对不起 小猴子 这里啊 实在是太美了 我没有听见你叫我 你是不是要我帮你摘苹果呢 好啊 好啊 那我来试试看吧 完蛋了 我忘记要修理斧头 啊 这下子糟糕了 斧头没了 也没有办法砍柴了 我该怎么办呢 是谁啊 睡个午觉都有人烦我 哦 是小鸟啊 有什么事吗 哦 原来是你的斧头掉进湖里了 啊 对 对 我 我 我的斧头掉进湖里了 嗯 你别怕 我是苹果湖的守护神 我来帮你找找看 嗯 是不是这两把呀 啊 不不不 不是 不是这两把 我的那把斧头是铁做的 很旧很旧了 柄头有点坏的那一把 能不能请你再帮我找找看 嗯 你呀还真老实 好吧 我再帮你找找 哎 是不是这把呀 哎 对 没错 没错 这把就是我的斧头 谢谢你 你要谢谢这些小动物 他们说 你为了帮他们摘苹果 才会把斧头掉入湖中 看在你诚实又善良 这两把金银斧头就送给你当礼物吧 啊 是真的吗 那这么一来 我多了两把斧头 我就不用半夜再爬起来摸斧头了 好了 好了 天黑了 你赶快回家吧 妈 妈 我回来了 阿忠啊 妈好担心啊 我的心肝宝贝 我跟你妈一样 盼你盼了一整天 钱呢 快拿来啊 啊 我 我 等我明天一早 把这些柴火卖掉了 就马上给你钱 好不好 哎呀 你怎么会没钱还呢 你看看 这两把金银斧头就值钱了 阿忠 你怎么会有这两把斧头呢 你该不会去做坏事了吧 妈 妈 不是那个样子了 那是狐神送给我的礼物 哦 那么要怎么做才能得到这金银斧头呢 就是啊 是怎么得到的呢 善良的阿忠 一五一十的家事情的经过 告诉小李夫妻俩 只见夫妻俩交头接耳讨论了一番 结果忘了收房租 就急忙走了 一大早 小李夫妻俩两人兴冲冲的背着新斧头和面包前往苹果湖 哎呦 你快丢面包 这样小动物们才会来带我们去苹果湖啊 哎 我已经丢了 可是只有一只小松鼠来吃啊 哦 你一定是用了隔夜的面包 听到连我都不吃 还会有谁要吃嘛 哼 哇 这里真的好美啊 对啊 哎 办正是要紧 快点把斧头拿出来丢进湖里啊 哦 哎 你等一下要装哭 哭大声一点哦 好了 好了 我知道 我知道 哎呦 没了斧头 我们就要喝西北风了 哎呦 怎么办呢 虎神 我的斧头掉入湖里了 请您帮我找一下吧 啊 你丢了什么样的斧头呢 呃 是 呃 除了金银斧头之外 还有钻石的 黄铜的 翡翠的 通通都是 是吗 用这五把斧头来砍柴火还真稀奇 那我来帮你们找找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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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就是这几把 哇 好漂亮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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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就是这五把斧头 哼 你们说谎 啊 啊 这五把斧头的主人并不是你们 哎呀 我的妈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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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贪心与不诚实的下场 我知道错了 请您打发慈悲 帮帮我们吧 我撑不住了 拜托你帮帮我们 好吧 这样以后你们不再说谎骗人 我才救你们 我发誓 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说谎骗人了 如果以后再说谎骗人 你身上就马上会有蛇缠住你 听见了吗 我们知道了 谢谢无神 小李夫妻回去之后 从此不提斧头的事 也不敢跟阿中要钱 之后 阿中也因为有了经营斧头的帮助 砍了很多树 不仅把原本欠的债还光 还有多余的钱来救济其他的穷人 我的红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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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娃娃 你怎么了 你的天是被战车碾过了 那都是豆豆啦 他看到我在天里浇水 就跑来把我的水都弄倒 还把红萝卜全部挖出来 你们看 这些却都是还没成熟的呀 又是豆豆 不要哭了啦 好痛哦 有人可以帮我一下吗 哦 乐乐 你还好吧 哦 你头上这一包是什么东西呀 都是豆豆啦 我真的开心的吃掉我的栗子 他就说要搞我玩 我跟他说不要 豆豆就把我的栗子漏倒了 是不是 豆豆用栗子丢你的头 所以你的头才会肿起来的 哦 不是啦 是我为了捡栗子 不小心被酥跟饭倒的啦 哦 又是豆豆 哎呀 真是无聊耶 这个森林一点新鲜事也没有 嗯 哎 现在去找琪琪好了 嗯 不行啦 上次碰她的花皮 我的脸就被她抓得好痛哦 嗯 还是找小马妹妹 不要好了 她的脚太有力了 再陪她踢一次肚子 那还得了啊 哎 嗯 哎 对了 那我再去看看花花跟乐乐 再做什么事好了 宝贝 宝贝快快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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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花 我来找你 我来了 啊 豆豆来了 豆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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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花咧 刚刚咪咪还有看到她 嗯 她不在的话 那我去找乐乐好了 既然花花不在 嘿嘿嘿嘿嘿 那这个我就带走了 来 嗯 嘴 乐乐 诶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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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嘔 養 欸 哎呦 啊 我的栗子 该怎么办啊 该吵在哪里啊 不管了 不管了啦 乐乐 乐乐 快点出来啦 我们一起去玩 奇怪了 刚刚我不是看到乐乐了吗 不好玩 大家都不见了 今天真的好无聊哦 那我去找河马宝宝好了 一定很有趣 既然乐乐不在的话 那这些例子我就带走了 我们不能再这样纵容豆豆下去了 一定要想一个好办法 不然大家都没有好日子过 我想到了 我们在豆豆的身上挂个铃铛好了 这样在他来之前 我们就会知道啦 那谁要去给他挂铃铛啊 我可不去哦 豆豆怎么可能乖乖的让我们挂铃铛啊 你们大家会不会觉得今天有点怪怪的 怎么了吗 今天天气不错啊 哪里奇怪啊 我们都在这里待这么久了耶 豆豆居然都没有出现耶 以前都会一直看到豆豆到处捣蛋的哦 今天怎么会这么安静啊 真不习惯耶 他呀 最好不要出现 不然我的羽毛又要遭殃了 对啊 对啊 他最好不要出现 我觉得 龟尾石豆豆又在哪里捣蛋了 那 我们去偷看一下 希望他不要又拿走我的例子 好 走喽 走喽 走吧 快点走 sociedade加油 好了 好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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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豆 你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我也不知道 我的肚子好痛 快要破掉了 救命啊 我们快去找大熊医生 他一定知道豆豆发生什么事了 大熊医生 你赶快帮豆豆看一看 他是不是生病了 好好好 你们不要急 我来看看 豆豆 你吃了什么东西 我吃了香蕉 红萝卜 栗子 花生 糖果 面包 还有乳酪 我是我的红萝卜 那是我本来要用来做红萝卜派的 还没有成熟就被你拔去吃了 还有我的栗子 它是我这两天的晚餐 而且豆豆 你没有听过我的同意就乱拿 它根本就是偷我的东西嘛 我 我 我没有偷啊 我只是觉得好玩嘛 看你们紧张的样子很有趣啊 欸 豆豆 你这样是不对的哦 拿了别人的东西 不告诉主人是不对的行为哦 更何况你一次吃下这么多东西 你的肚子当然受不了啊 那我该怎么办 我快受不了了啦 嗯 这样吧 我开个药给你吃 你应该会好一点 可是最重要的是 你不可以偷拿别人的东西 也不要乱吃 哦 还有啊 你看看你的手 应该要保持干净的 这样脏兮兮的 你的肠胃一定还会再跟你抗议的 对啊 豆豆的家都没有整理干净 很多垃圾也都没有清哦 没错 豆豆 我们一直很想告诉你 我们不喜欢被你说弄 别人家的东西也不要乱拿 这样子我们才会想跟你玩 大家才会跟你做好朋友 哦 我知道了啦 我以后乍也不敢了 我不会再去拿别人的东西 也不会再捉弄别人了 哦 大家要好好地相处 才都是乖孩子哦 大熊医生 快点给我要吃 我的肚子好痛哦 好好好 没问题 好 好好